看到是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新闻 这是怎么回事呢 影带是被消磁了 还是观景有插骨呢 现在检方是要分案来进行调查 那么台中黑道脚踏枪起案 现在越滚越大了 受害的家属呢 违由市议员的发生 指引说现场的录影带呢 是已经被消磁了 因为呢这个观景在招待所内 泡茶不开门 所以才让翁晴南逃生无门 活活的被凶手给打死 但是呢这个景观景 他到底是不是在真的泡茶 还是说谈这个八大行业的插骨事件呢 外人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录影带现在不能公布呢 台中地检署原本以为 是用弃凶来做侦办的重点 但是现在呢 为了要消除民众的疑虑 目前是另案 由黑金组检察官来调查 要给民众一个交代 台中市脚头翁晴南 光天化日在升级公司 被人用行刑式开枪射杀 金传当时有四名员警在现场 疑似在隐秘的招待所内打麻将 对于这种说法 警方否认 按照警方的说法 下午2点15分 前少年队副队长陈文雄到了现场 打电话抠人 3点20分就看到侦察左戴志宏 开车带着真三队长林文武抵达 接着少年队小队长石长新 也带交通队长林启佑抵达 4点15分 角头翁晴南和小弟赖荣正也来了 包括林启佑 陈文雄 林文武 翁晴南进去房间谈事情 带长官来的石长新 戴志宏在客厅等 才过5分钟 抢匪就进来开枪 林启佑 林文武等人躲桌下 戴志宏遭榴弹波及 脚趾头伤 4名员警在场人挡不住嫌犯攻击 录影带照到的是他们蹲在 蹲在那个泡茶的茶几的后面 没有那个打麻将的镜头 但重大枪击案竟有市警局以及主管在场 遭PK白两道关系密切 而事实权掌握在事关重大的监视器画面中 警方却迟迟不肯对外公布 只表示影带已经送检察官 让外界始终无法了解事实真相 中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